民主阿基斯代言的牛頭牌紅蔥肉燥 因為使用到牆罐代工製作的 全統香醇豬油 被食藥署要求下架 阿基斯今天實施諾言 為代言出包公開下跪道歉 人在上海的阿基斯 聽到代言的牛頭牌紅蔥肉燥 確定使用牆罐的問題油 真的當眾下跪公開道歉 說跪著道歉就跪著道歉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我錯了 我絕不掉眼淚這是一個負責任的表現 我們所有全台灣的民眾朋友 這麼樣的一個不幸的事情 阿基斯沒有任何怨言 我不會推脫 確定用到搜水油 業者表示一切該油他們負責 不能怪阿基斯 反而要向他道歉 為了這個事件去連累到 我們大家敬重的阿基斯 又聽到這樣的消息 我們覺得相當的不忍 要致歉的是公司 那公司在這邊也慎重的 鄭重的跟阿基斯本人道歉 好第一食品 請強罐代工製作的全桶香醇豬油962桶 12號被食藥署新列入問題商品 衛生局機查人員把好第一食品 已經先封存的上百桶全桶香醇豬油 再貼上查封的封條 原本香噴噴的紅蔥肉燥是民眾烹調常用的濁料 沒想到也捲入了搜水油風暴 主力商品染搜損失難以估計 新唐人鳥特電視 石金旺 唐曼 談論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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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